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管理大妈见此情景急忙跑过去安慰 画面一转 女主向自己的朋友小胖 金发女 小黑和男票大尾 讲述了关于鬼屋发生的事情 这时的小胖突然提议 想要进到鬼屋探险 女主本来是拒绝的 但是在大伙的一再要求下 决定带着几人一起去鬼屋作死 当天晚上 就在女主带着他们来到鬼屋后不久 两个找鬼大神也出现在鬼屋 分别是小黑和眼睛男 就在几人开始探险之旅后不久 白天的卷发女突然出现在鬼屋外 还在鬼魂的诱惑下将自己给砍死了 而在屋内的眼睛男 先是为大家介绍了找鬼仪器 随后就开始玩杯仙 女主问了几个问题后 控制杯子的鬼魂 全部回答对了问题 女主感到很是惊讶 就在几人精神紧张的时候 小黑突然出现 吓到了众人 还说 这房子的确和之前的不太一样 于是就带着几人上到二楼去查看 画面一转 鬼屋的负责人在查看院子的时候 偶然间发现了死去的卷发女 就在负责人害怕并转头离开的时候 突然撞在戾气上 挂掉了 而在屋里的几人却毫无知觉 还在开心地寻找着鬼魂的踪迹 在之后的过程中 鬼魂们不时地会出现在几人的身边 但这一切都只有小黑可以看到 就在几人被吓得精神崩溃 准备离开的时候 小胖被鬼魂吓得滚下了楼梯 摔死了 女主健壮急忙准备报警 谁知 手机却在关键时刻 没电了 这时小黑突然说 眼镜男的身边出现了很多的鬼魂 眼镜男被吓到了 紧接着 房子开始震动 企图关上的鬼门 在几人扬气的威逼下 愣是没关上 还把眼镜男身上的装备给摔坏了 眼镜男见状急忙开骂 这可是价值不菲的器材啊 但是眼镜男还没有骂完 就被鬼魂带走了 几人害怕极了 这时的金发女早已哭得气不成声 一直喊着要回家 此时楼上也传来了脚步声 小黑和几人决定 上楼去和鬼魂谈判 企图求他们放过这几个无辜的人 但中途鬼魂先给金发女 来了一个下马尾 紧接着鬼魂的影子出现 几人急忙躲进了旁边的屋子里 画面一转 两位警察来到鬼屋查看 不幸的是 其中一位警察刚进到房间 就被鬼魂给杀死了 而另一位警察 则是在女主和大伟的帮助下躲了起来 几人暂时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只好在原地等待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金发女变得越来越奇怪 随后 小黑跟着一个鬼魂跑开 而金发女则被鬼魂附身 但是说了句 女主是属于我们的后 就恢复了金发女的本质 紧接着小胖 本想砸开玻璃逃出 谁知却被一股力量控制的椅子 给砸死了 而小黑在跟着鬼魂出去后不久 也被鬼魂杀死 所以说 不作死就不会死啊 画面转回到屋子里 女主因为受不了这样的现状 先是将警察杀了 本想将金发女和大伟一起杀掉 但谁知金发女却被鬼魂控制的自杀了 女主崩溃了 大伟健壮急忙带着女主逃跑 谁知 中途两人再一次遇到一只黑鬼 大伟在逃跑的时候 被无形的绳子割下了头颅 女主被吓得大声尖叫 就在黑鬼慢慢逼近女主的时候 一对夫妻鬼魂出现 阻止了黑鬼的行动 还叫女主是小微 女主害怕极了 急忙躲开了两位老鬼的手 但是没过一会儿 房子开始震动 鬼魂们全部消失不见 女主以为鬼门已经关上 这一切就结束了 谁知 在最后居然失足 摔下了楼梯 第二天警察安慰过管理大妈后 就离开了 大妈还去看望了女主的尸体 希望她可以得到安息 而就在大妈准备关门的时候 女主的鬼魂出现了 企图大妈可以救救自己 但大妈根本听不到 看来女主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死了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